大家好,我是冬奥前方记者温德馨 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我们MMC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我们的围宝团队的小赵 一起来我们为我们揭秘这个地方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那刚刚呢小赵已经帮我们去了解了一下 在这边呢有一个专门为我们的媒体工作人员 准备了一个睡眠休息藏 而且听说是只有媒体工作是有的 一起来开门打开看一下 好那现在我是需要用手机直接扫码就可以开门是吗 对直接扫上面这个二维码就可以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上面 有小气娱乐工作体验四个模块 那我们来试一下体验 上面有一个购买市场 我发现这个上面的都是免费的是吗 对我们这边的体验舱全部都是免费可以使用的 好那我们先来体验20分钟的 立即开门 不得不说这个屋如果只有一个人呆的话确实还是挺方便的 但是现在屋里有三个人 好我们一起让我们的小姐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屋 主要有哪些可以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点呢 好首先就是这张床它是有一些功能的 是比我们普通的床要稍微高级那么一点 然后首先它是有一个头部升降 脚部升降的一个功能 然后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震动按摩的功能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一些工作上的压力啊 或者是帮我们舒缓一下经络啊之类的 这是我们床部的一个设计 那我听说它是不是跟我们运动员村 给运动员准备的床是一样的 对就是基础的功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边呢要多一个震动按摩的功能 看起来大家对我们的媒体工作人员的身心还是非常照顾的 也谢谢我们的围保人员对我们的一个关心和支持 那我们这个屋还有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屋确实好像体感温度上是比较凉的是吗 因为为了那个疫情防控嘛 所以这边做的都是通风的 哦对我看到上面是镂空的一个设计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刚刚在外面的时候看到我们屋里的这个灯 好像是可以有不同颜色是吗 对这个可以通过我们在手机上进行调整 我们可以选择两个不同的氛围 然后也可以直接关掉 哦这个白灯就是比较亮 可以在里面学习工作 然后这还有一个蓝色的灯 就是比较适合休息 因为感觉这个氛围感一下就上来了 让人昏昏欲睡 然后同时这个灯最后还可以关上 这个当然是最适合睡觉的一种模式 那刚刚你也说到就是因为这个镂空的设计就是为了通风嘛 也是我们防疫的一个要求 那在我们的屋内还有哪些是为了防疫做的设施吗 为了防疫呢 我们就是首先在这里每一个体验舱里都放了一个空气净化器 空气净化器在这边 然后其次就是我们这个床单都是一次性的 然后这边也放了备用的一次性床单 然后就是我们的免洗消毒液 这个就是随处可见的洗手消毒液 那这也是为了我们的防控疫情做了非常大的一个保障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刻一用 每一个人用完之后都会扔到指定的位置 对 也是非常的贴心 好那也谢谢我们的小姐姐今天为我们专门介绍我们的这个睡眠休息舱 专门为我们的媒体工作人员准备的哟 我们的媒体工作人员准备的感觉